今天要说的这起案件 时间跨度很长 长达31年 它是由1981年案发 到2012年归案 一个长达31年的追凶行动 2012年4月18日 对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刑技中心 工程师刘志雄来说 是一个幸运日 刘志雄22年前从事警校毕业到现在 干的就是很简 它整天花心思 琢磨那些扑朔迷离的 斗 鸡 点 眼 勾 带指尖寻找特征点 为侦查铺案提供基础支持 这指尖费小 但是里边却有大钱困难 钢固行时师父教育他 但这行就得守得住蜻蜓 耐得住寂寞 现如今 虽然蜻蜓谈不上了 但是寂寞还是很可怕的 试想的 成天面对那一个个枯燥的指纹 一直看到腰酸背痛 能不单调寂寞吗 可是 这样的寂寞有时却是破案的前冬 刘志雄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自己第一次通过指纹对比 抓到凶手的经历 但是1998年的年底 上海杨浦区一位身怀六甲的孕妇 待家中遇害了 可谁曾想啊 时隔三月 上海家定一位年级十字岁的小女孩 又待家中遇害 这作案手法如出一辙 一对妇孺接连的被害 让刘志雄愤怒至极 他憋足恶剑 想通过痕迹找到凶手 但是 努力了近一年 却没有任何发现 2000年的 上海警方的指纹库 从当初的50万份 升级到200万份 刘志雄迫不及待地 再次进行对比 哎呀 凶手终于出现了 那一刻他激动不已啊 因为了 脸为死者终于可以安息了 这样的故事 其实 还有很多 这日子嘛 总是在刘志雄的面前 不经意地重复着 面对电脑 标注 分析 对比 反馈 这么多年来的 刘志雄基本上 已经是做到了 宠辱不惊 可是啊 2012年4月18日 当他打开指纹对比界面 看到这枚 自曾相识的指纹时 他还是忍不住感慨万歼 这枚指纹 早已刀削福克般地 刻在了刘志雄的脑海里 他属于一桩 31年前的 陈年命案 刘志雄 不禁地又想起了 几年前的死案侦破 2004年4月26日晚 上海刑警通过指纹对比 成功地锁定了 1985年 延续做下 四起入室抢劫杀人案 至三死 自伤的元凶 顾满宝 将这个隐匿长达 19年至久的 杀人恶魔 从茫茫人海中 给揪了出来 难道 这个记录 又要被刷新 刘志雄 带一次进行了 细致的人工对比 为了万无一事的 刘志雄还请来了 几位痕检 集体会诊 没有错 就是他 这枚 1981年 上海静安 电机杀人案 现场遗留的指纹 与一名前客人员 艾鸿光的指纹 是相同的 1983年 艾鸿光 因为抢劫罪 朗档辱狱 留下了自己的犯罪记录 也许有人会说了 不是有系统自动对比吗 其实不然的 从纸质时代 媒约只能对比 600份指纹 发展到如今 网络时代的 月均几万份 但这如天文术的般的 工作量 是对比成功的 前提条件 而且 即便科技再发达 它也绝对不会 顶你一个 标准的答案的 它只会 列出一系列 相似的指纹 帮助 狠解缩小范围 但是 最终揭晓答案的 还得是 人的眼睛 和人的执着 就这样的 在海量的对比中 有时候 这心理上的枯燥 憋闷 比生理上的痛苦 还让人难忍 其实的 需要人工 进一步对比的指纹 讲得都很相似 而这时 就容易出现错误了 因为 很有可能 会在不知不觉中 漏掉属于闲人的 那一枚指纹 那么 这个爱红光 它到底 是不是 三十一年前的 凶手呢 时间 我们回到 1981年 四 数 1981年 8月10日 上海市 近南区 严平路 建华旅馆内 服务员 正在卖力地 打草着房间 当他来到地下室 42号房间时 发现 睡在 翻号床上的 客人 有些奇怪 这两天了 这个客人呢 都是盖着被的 一动不动 这什么样的人 会保持 同一种姿势不变呢 他好奇地 凑近了 瞧了一瞧 也顿时地 被惊得魂飞破赛 客人的嘴角边 赫然地有血迹 并且 气息全无 吐得了了 出人命了 服务员惊狂失措地 报了警 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和近安公安分局的刑警们接到报警之后续组改用旅馆展开了深入了调查和地毯车的勘查 死者 小李 男 28岁 青岛甲制配件厂的采购员 8月8日到上海除差后入住该旅馆 遇害后 身上的200多元的现金和一块瑞士卢艾斯全钢手表不翼而飞 就我当时的经济水平来说吧 200多元也不值个小数目了 至于手表嘛 也是当时人的身份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标志之一 死者身上有十几处淡黄褐色的烧烛痕迹 分别集中在头颈后背等部位 而经过尸检之后 昌明了 这些都是电机烧灼之后留下的痕迹 死者是被人电机修背面颈等部位修克身亡的 侦察员们无不对这一罕见的杀人方式感到惊讶 这是上海市第一起电机杀人 以前从未发现过类似的案件 在全国范围一属罕见的 接下来 刑技人员在现场勘察中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经过细致的勘察 他们离地面两米高的通风管道内 发现了几根用黑胶布缠在一起的各色电线 并且还采集到了四枚不太完整的指纹 管道里还有一个红色的女士头姑 头姑两端还有两个用来通电的金属物体 另外还有一把21厘米长的西瓜刀 隔期笑时 小李的同屋住客李毅清的案发后就没了踪影 甚至的连账都没有结清就溜了 据查 这个李毅清三十多岁 中等身材 一周前就住进了建华旅馆 毫无疑问 这个李毅清身上疑电重重 但是当时我国尚没有实施居民身份证制度 住旅店要凭借单位介绍信 有时还得和陌生人同居一事 而这个李毅清当时使用的是吉林省双阳镇的中医院的介绍信 那接下来为了追查李毅清的真实身份 他和同事们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花了45天的时间访便东北三省 可是据调查的 在当地根本就没有这家中医院 更不要提李毅清这个人了 显而易现的 我已到的介绍信 虚构的工作单位假冒着身份 再加上案发之后突然消失 由此的李毅清便被上海警方列为头号新人 由于42号房间的通风头 位于走廊靠近房顶的角落 平时不会有人碰到 只有凶手在藏匿工具时才有可能接触到这里 因此那四枚采集到的指纹就显得愈加珍贵 成为了钻组最有价值的证据和线索 老段木一声令下对上海留存的四十多万指纹 进行人工对比 一份不惜一漏 但当年呢 没有电脑的情况下 要对这几十万指纹进行人工对比 这是多么大的工作量啊 可是 为了早日抓到凶手 上海刑警不惜一切代价 可惜的是啊 虽然很简把所有指纹都滚了一遍 可还是没有从中找到那几枚指纹的主人 就在上海刑警全力追凶的时候 1981年8月26日 公安部电到上海 浙江加善县的一家旅社内发现类似的案件 所幸啊 被害人老冯即时惊醒 奋力反抗 方才逃过一劫 而歹徒呢 他见识不妙 翻墙跳入河中 逃走了 好消息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刑警迅速赶往加善县了解情况 被害人老冯 情魂未定的 回起了那难忘的一幕 那一年 老冯52岁 是上渝县的一家农机厂的供销采购员 25日下午 他住进了嘉善县 维唐镇的旅社 深夜11点左右 憨睡中的老冯突然感到驼步芳麻 他睁开眼睛一看 这面前竟然站着一个人 手里还拿着一根花花绿绿的电线 戴影戳他 这 你又要干什么 老冯一声大喝 哎 回手掏 哎 就把电线给掏掉了 可是那个家伙不死心 想从地上捡起电线来 继续戳他 幸好的 于是的服务员 听到响动之后 跑了过来 那家伙见识不妙 拔着就跑 老冯追了出去 但是对方年轻力壮 很快的 便消失在烟幕中 事后 老冯到医院做了检查 好歹啊 身体没有答案 老冯进一步回忆说 这凶手极有可能啊 就是与他同住的那个人 迷糊中 他只知道是个男的 面容嘛 特征啊 也没有看清楚 他记着吧 此人进出很晚 夜晚躲在文帐里 也不吭事 另外啦 据旅社的服务员回忆了 这个歹徒的身高 口音 体型 和入驻上海建华旅馆的 李毅清 非常相似 随后 凶手继续带外 疯狂作案 1981年9月11日晚 江西省上饶市上饶饭店 303房间的住客 小鱼 在房间里被人杀害了 被劫走200元现金 和一块上海牌的手表 调查表明 其同屋的住客 陈志伟又重骂嫌疑 陈志伟此前一晚 同房间那三个人 都曾经一道地去看过戏 修手作案之后 还写来一封戏 信服账写的 上饶饭店303房 鱼伟二同之手 信里写道 鱼伟二位啊 我无法救你们啊 我和我全家的命 都在他们手里 今夜他们放了我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平安 哈 这信里逻辑混乱 词不达意 根本啊 就是想借此了 搅乱侦查视线 而同屋的另名住客 小卫 提供了该男子 清晰的提貌特征 该男子 还随身地带了一个小包 侦查员们 一问款式 盐子 竟然和上海被害人 小李丢吃的那个 一模一样 可这 还不算完 1981年9月25日凌晨 江西省九江市 工农旅社303房间 也发生了一起 电击杀人抢奸 被害人 起浙江绍兴的 衣服装厂的采购员 并且 随身携带了 200多元的现金 及大量的衣库样艇 都被洗劫一空 案发后 侦查员来此 收集证据资料 并且 从工农旅社 找出嫌疑人 亲笔填写的 旅客登记单 直接上面写的 李明春 于是 经上海市公安局 和公文部 三局笔记鉴钉 填写上海建华旅馆 李毅清 和江西上饶饭店 陈志伟 九江工农旅社 李明春等 六张旅客登记单 同为一人 这 作案手法一致 先人特征一致 作案目的相同 那 这几起案件 可以并案侦查了 短短一个多月 这一系列 电击抢劫上人案 就造成了三次一伤 雄手在各地疯狂作案 严重危害的社会安全 公文部火速地发出协查通报 并在上海召开有 江西 浙江 江苏 安徽等省参加的 破案协作会议 共同研讨破案方向 同年10月9日 上海市公安局 又印发了12万张的 协查通报 法王 苏 这等地的派出所 旅社和招待所 不过 可惜的是 当时 由于条件所限 案情始终是 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这狡猾的凶手 似乎就此藏念了起来 学着时光的流逝 竟成了一桩悬案 1981年的夏天 32岁的他 已经结婚八年了 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以前他当过兵 学过机械知识 退伍后 遇到老家的农机站 维修拖拉机 一个月能够 难到70元钱 但是他觉得 对一大家子人来说 这点钱 仅够养家糊口而已 他做梦 都想发大财 可是 怎样才能发大财呀 有段时间 他开始接触一些 不三不四的诊 这些人本事大得很 有办法搞到钱 而且 只要能搞到钱 哪怕用的是邪门歪道 万一是好样了 为了能够吃香的喝辣的 他的心思嘛 也渐渐地活泛起来 有一天 他看到村里 有人在河里垫鱼 他已经一亮 细想 如果我拿着这个办法 搞点钱呢 邪恶的念头 大家心里开始慢慢地滋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当时出他们这么容易 住店除了单位介绍信之外 还要出示当天的车票 我过 这难不倒脑子活络的他 他找到平时 那帮酒肉朋友帮忙 搞来几张来路不明的介绍信 带去平时常去的小饭店 换些全国的粮票 便一个人坐着绿皮火车 来到了大上海 但是的 当他真正地站在上海的街头时 就一塌的懵了 这满大街 都是形色匆匆的人 旁边人说的也都是上海话 一句也听不懂 他感到头晕 气喘 凶闷 哎呀 竟然有些晕人了 稀里糊涂间 他逃出了一张假介绍信 住进了静安区的一家小旅馆 住店期间 他从附近的五金店里 买来了电线 胶带 小刀 塑料 棒等物品 自己做了一个电机器 这长期搞维修的他 动手能力还是蛮强的 安顿好之后 他开始暗中观察身背的人 并且把目标锁定在 住旅店的客人身上 道理很简单 出门在外 你总得 带点钱吧 过了几天 挣到他身上的钱和粮票 用得差不多的时候 清到来的采购员小李 住进了自己的房间 说实话 小李是个很友善的人 但他一看 那小李衣着体面 手腕上还戴着 快明晃晃的手表 不紧便动起来坏心思 左思右想之后 他决定了 当夜就动手 夜里的 趁着小李熟睡之后 他用颤抖的手 将自己做的电机器 连上照明的电源 朝着小李太阳穴的方向 狠狠地问了下去 小李出动了一下 他被吓一大鞘 还差点就要叫出声来 好在的 小李很快地就没了知觉 他又用电线 破了破小李的其他部位 但是小李 没有带东弹了 于是 他手忙脚乱地拿走了 早已经看中的手表和钢笔 又摸出小李口袋里的 几十张票子 然后 他又爬上凳地 将手背的东西 塞进房顶了通风管道 接着 他连房都不敢退 便急匆匆地逃跑了 后来的 手表被他卖了一百元 但是刚比用了一阵 不知道丢哪去了 寒暴途中 他又住进了 嘉善县 魏唐镇的一家旅店 想要再搞一笔钱 可不想呢 当天晚上动手时 对方竟然被惊醒了 混乱中 他跳窗逃跑 慌乱地翻过围墙时 可没想到 这墙后是一条河 他不会游泳 哎呀 幸好的 最深处他刚刚起药 于是他不管不顾着 便躺了过去 终于地顺利逃脱 他扒下湿脱的衣服 拧干地躲了一夜 随后 沿着铁道线 一直躲到了上海金山 再坐火车 回找江基 后来 他又带上饶 九江两地 用同样的方式 心胸枪解 每次的 他都是心急火燎的 急完就跑 1981年 那的夏天 对他来说是黑色的 毕竟啊 有好几条人命背着呢 他觉得有点沉重啊 此后的几十年间 老姨被刑警退休 新一代侦察员接班 但是不管是哪一代上海刑警啊 都没有放弃过追凶的重任 还死者公道 让生者释怀 这是所有刑警的共同心愿 案发后的失念间呢 王学仁和同事们 不止一次地 接到过外地抓获 翻去行人的好消息 但是 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陈昌元的心理承受能力 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挑战 1983年 王学仁调离了 静安的工作岗位 临行前 他把霍霍的一打卷宗 还有几大本案件的记录 交给了同事 盯住说呀 案的破没破 都要跟我说一声 1991年 王学仁父亲到公安部开会 还特意地打听案件的进展 无奈 案件的火候还没有到 最终的 他带着此案 未迫着遗憾而退休 此后 每次组织大规模破案会战时 上海公安行政县的领导们 都会把这记案拿出来 敲打敲的 探队 能不能有新的突破案 在老刑警 给心入寒的侦察员们 介绍历史记案时 也每每地要提到此案 最终的 是科技家合作了新模式 他让此案有了转机 2012年4月18日 指纹对比成功之后 上海市公安局领导高度重置 此日 市局刑侦总队 一直对基于 近南公安局分局刑侦支队 强强联手 成立专足 全力 侦破此案 直面此案 最大的困难 就是 时间久远 这时间的长河 卷抖了真相 把罪与恶 深藏在深深的河底 毕竟 居里纳的黑色的日子 已经过去31年了 早已经是 物是人非 这凶手 还能找到吗 为了及时 找到第一手的原始资料 竟然刑警 钻进了当案库房 翻看那些泛黄的纸张 折见呢 李德尔公公整整地 记录着当时的侦查情况 此时的年轻人呢 无不为刑警前辈们的 认真所感动 同时 专足还想方设法地 找到了当年 参与办案的王学仁 啊 有线索了 王老义听说 近南案件有了新线索 激动地从椅子上 跳了起来 并且亲笔写下一个 非常详实的情况书名 为侦查员 提供了许多 有价值的细节 从而进一步地 完善了犯罪贤人的信息 老一辈侦查员的执着 和认真 着实令人敬佩 侦查员们顺藤摸瓜 跟许前课人员 爱红光这一线索啊 插到他 今年六十三岁 户籍在江西省 英潭市 岳湖区的百入镇 从年龄上来看 和当年作案的年龄 能对上 可是的 毕竟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这个爱红光 和当年行凶的 李毅清等人 是同一个人吗 谁也不知道 但是 想要查明真相 就必须尽快找到爱红光 4月19日下午 钻组驱车 赶往鹰潭 一行人 风尘仆仆 赶到鹰潭之后 顾不上消息 连夜请来当地的 民警介绍情况 开展暗中走访 可由于 爱红光的户籍 所带村子 情况比较复杂 为了避免打讨精锤 钻组只能另辟袭精 辗转找到在外地的村里人 来打听情况 最终确识了 村里确实有个叫爱红光的人 不过 目前他不带白鹿镇 正在为面打工呢 但通过侧面了解 注意到这 爱红光正在南昌 与辅州交界的 牙前镇电力工地打工 但那是 为电线塔机 打装的活 可是 在4月21日 一路追到牙前镇的侦察员 却破了个空 原来呀 牙前镇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工地 不过 万幸了时啊 又有一条新线索 辅助水面 爱红光 可能在东向线 与近闲线的交界的 高铁建设工地打工的 不管是真假吧 都离去现场 去甄别一下 大家的心思 都挂在了这个 爱红光身上 一天见不到人 这个心就无法安定下来 竟不是人海茫茫 但是万宗等刑警的心里 它有种感觉 但就是一种 我们离真相 越来越近了的感觉 纳德菲斯的夏天里 踏踏回老家 继续混日的 把罪恶深深地藏了起来 也许啊 他天真的以为 在记忆里挖个坑 就能把那罪恶给填埋了 而实际上 他根本就做不到 有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时常地从梦中惊醒 面对妻子官妻的询问 他却说不出话来 1983年 他的农机站 结交了一个好朋友 是常常来修拖拉机的小罗 两人居味相投 很快地便称声道力了 有一次的 小罗说自己 为每家的花生被人偷了 他经过调查 已经查到 这小偷是某某某 于是 在小偷那里 他们搜到了74元前 又顺手 拿走了小偷这两件毛衣 和一条皮带 而失诚之后的 他分到手 十字元前 一件毛衣 和一条皮带 可谁知道 这警察很快 就找上门来了 原来 被害人 在他们离开之后 就报了警 他和小罗 一同被逮捕了 法院被定为 抢劫罪 探处有席徒刑 三年 好 为了十字块钱 一件毛衣 为一条皮带 犯年 待遇中 他对两年前 做下了命案 直对未提 很快的 当过兵 有文化 懂修理的他 便成为犯人的组长 由于表现良好 提前出了狱 然而 他正是因为 这次抢劫 他的实质指纹 便被记录在册了 1985年 他出狱回乡 以后这彻底改过自新 命运 已经给了他一次警告了 不会再善意地 提醒了第二次 于是 他的生活 变得格外的单纯 农忙时 务农 农闲时 打工 而上文 一直在 讲把案 他想到 他的生活 似乎也从此 步入稳定和幸福 三个孩子 均一成家 两个儿子 各有一儿一女 有这么好的 太平日的 他自然不会再 铤而斗险了 期间 他的一个孙子 得了淋巴癌 闻以为是绝症 不料 竟在上海 奇迹般地治愈了 虚然探病时 欠下了七八万元的债 但是生活 还是有笨头的 他陪着孙子 看病时 带着踏上了 上海这片土地 当时 他的心里 也是很忐忑的 多年前 那一幕 似乎还潜伏在他记忆 时不时地 跳出来 吓他一下 来上海的那几天 他这种感觉 是尤为强烈的 过去欠下的债 从有一天 是要还的吧 他一直担心 哪天警察 会找上门来 有时候 觉了特别的压抑 为了不许多想 他拼命地 找最苦 最累的活干 用忙碌 来 麻痹自己 而其实的 最优的种子 即便是深深地埋下去 也许 还是会生根发芽的 4月21日深夜 警方连夜地 展道东乡 可是 了解到的情况 却让大家心里一凉 这里有好几个项目部 光工地 皆有十几处 由上万名的劳工 而且劳工流动频繁 连项目部都拿不出 准确的用工名带 更何况的 劳工们没有集中居住 而是散居在当地的村民家里 为了不打讨惊蛇 七名上海刑警 和三十多名当地的刑警 分成几组 按照 集贯英坛 和年龄六十左右的 两个条件 悄悄地展开来调查 凌晨两点多 刑警万宗来这一组 摸到了一个工棚 这工棚里面 抢着两个人 他们说 本来有几个白鹿镇 过来打工的 后来啊 但龙芒就回家了 哎呀 那么 这几个回家的人中 有没有爱红光啊 是一时间 那刑警们的心理 涌上万千瞎巧 不过啊 他们还是不死心 就问呢 这里有没有 鹰坛来的呀 或者 其他工棚里 有没有鹰坛来的呢 结果 令人激动的是 这次他们得到了 一个肯定的打扫 就这样 侦察员们 便一步步地打听到了 爱红光的工作地点 可是 爱红光工作地点 是在荒郊野外 并且是人员情况复杂 怎样才能 文文当当地 拿下爱红光啊 案发距今 暂时一年 爱红光已经过了 这么久了 太平治的 但戒备之心 早已经淡化了 不过咋 三条人命待胜 如果贸然抓捕 那工地旁边 就是山崖 保不转着爱红光 会有什么过季之举的 最终 专注协商决定 都是 采取一种 举重若倾的 抓捕方式 白天在工地 实施秘密抓捕 4月22日一走 工地上 60岁以上的工人 被项目部 挨戈尔叫不来 参加访谈 当一个戴着草帽 晕着一个塑料茶杯的 干瘪老头 出现在警方面前时 呸 警方眼睛一亮 他几乎一眼就认定 这就是爱红光 虽然 警方手头 只有一张 爱红光的成年旧照 可是 多年的职业习惯 早已经啊 让他们练就了 把犯罪闲人的相貌 深深地刻进脑海的本领 于是 刑警万宗来 冲着身边的同伴 时来的眼色 爱红光 刚刚走出工地了 几个基础员 就暗中地围了上去 见状的 犯罪闲人 爱红光的神情很紧张 但是 他却始终不作声 警方一开的阵势 心里就更加坚定了 到了县城 侦察员们 向爱红光表明了身份 我们是 上海来的警察 们 这几个字 宛如子弹 击中了爱红光的心 为爱红光 纳去指纹之后 侦察员们 把指纹传回上海 经过惊喜对比 交集等待之后 上海方面有消息传来 爱红光右手中指指纹 于静安命案现场 提取他的指纹 认定为同意 直到此时 大家的行 才从空中 落回了地面 点上 也是掩饰不住的喜悦 毕竟了 此案历时三十亿年 改变了四个家庭的命运 涉及到 三代以上的上海情景 每个能抓到凶手的人 都是幸运儿 2012年4月22日 爱红光被压界回护 在回护的路上 爱红光目光呆滞 只能隐隐约来地 听到他长须短态 可是 进了看守所之后 心情发现 这爱红光的眼神 又活了过来 其实太时代盘算了 究竟警察知道多少啊 他自己怎么做 他能最大限度地 为自己开脱呢 嘿 退了 咬了 果然的 询问一开始 爱红光只承认 浙江家善那起 失守的案子 他明白的 没有人命 那就罪不至死 还说自己 只待1981年来过上海 而其实的 爱红光曾经三次 往返上海 孙子得了癌症 爱红光是抱着 自己到孙子 赶来上海求诊的 最终得救 在参与询问的侦察员 将这个情况 无意中透露给了爱红光 刹那间呢 爱红光抬头 看了看侦察员 眼神 竟然有些害怕起来 侦察员趁势随机 你要知道 现代科技的发达程度 已经超出了你那想象 就算是31年前的事 我们也已经掌握了 详细的正经 嗯 顷刻间的 爱红光的心理防线 就此崩塌 埋藏了31年的秘密和憋屈 也随之释放了 5月15日上午 爱红光彻底交代了 1981年89月间 坐下了私企单 从心敌向警方认输 而破案后者 侦察员设法 找到了当年私企案中 唯一的幸存者 83岁的冯老伯 听闻案破 冯老伯点燃一支烟锁 人家都是我师儿 运气豪 我活了这么大一年纪啊 也吃味了 看套这一天 而前边我们说的 当年侦办此案的 静安刑警王学人 也已经是77岁了 听闻案破 他迫不及待地 要把喜讯告诉老伴 哎呀 这一个警察 一辈子 可能 只激入这么 一两起没破的案子 哎呦 我的心啊 客散是放下了 为了及时通报消息 一支罪的刑警 还专程地赶到了青岛 辗转 找到了小李的家人 小李的弟弟 敬闻杀害哥哥的凶手 终于落网 不仅嚎啕大哭 当年呢 小李的妻子 已经怀孕八个月了 因为丈夫遇害 伤心过度 而导致流产 这新婚胎一年多的 就永远地失去了丈夫 到后来 不得不改嫁一乡 人生命运 也就此改变 面对民警 爱红光说了 自同杀人之后 他就一直小心翼翼地生活着 想多做好事来 弥补自己以前的罪过 而这几十年来 他根本就没有心安过 警察找到他 也是应该的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 第二个案件 2011年12月9日 中储梁河南分公司 总经理李长轩 被河南省机委带走 而河南粮食系统的 另外一听习官员 河南省粮食局的局长 党组书记 曹浦生 则于2011年5月 被河南省计为 事实双规 那 李长轩和曹浦生 这两个河南省粮食系统的 最高官员的落马 也标志着河南粮食系统 腐败窝案的 全面应报 而显为人知的是 李长轩和曹浦生的落马 结合一个名叫 白华平的 亿万富翁有联系 白华平探出河南这个天下粮仓的 潜藏的财富 他呢 将众多的心腹 安插在相关系统 合伙而截取亿万财富 而呢 这一起蹊跷的 车阵事件 最终呢 将白华平的阴谋 给揭发出来了 随之揭露的 还有河南粮食系统的 20多名高官 或啊 由此 便引爆了国内最大的 粮食系统 腐败乌万 今年45岁的白华平 便于郑州粮食学院 后又被分配到 河南省职机关 当了名公务员 可当他是科级干部时 拒刺之下海 利用常年积累下的人脉心伤 因为白华平呢 头脑活泛呢 很快的就攫取了 第一桶金 开宝马 住豪宅 过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 2003年的6月 白华平在郑州的 一个大型保健中心 探中了一个名叫 吕秋莉的女经理 因为患有颈椎病 白华平经常找 吕秋莉帮她按摩 吕秋莉便于 河南中医学院 她的温柔和美丽 让白华平格外兴奋 每次都给吕秋莉 不菲的小飞 又经过多次接触 吕秋莉了解 白华平是一个 身价过千万的服务 她渴望早日摆脱 为人民服务者生活 于是两个人 各有所需的 便走到了一起 白华平有家庭了 这吕秋莉是个聪明人 她不希望破坏她的家庭 她呢 只做白华平的情人 只是想给自己 找更多的发财的机会 白华平非常赏识吕秋莉 并且有心地 帮她找发财的机会 同时 白华平也有了 另外一个讲法 如此可人的情人 可是个宝贝啊 她不解能从她那里 销魂娱乐 还可以利用她的美貌 锯 公关 嘿 两人一起发炸台 白华平首先将目光 瞄准了河南粮食系统 哈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 河南的粮食产量 连续多年 位居全国第一 粮的市的总产量 占全国的十分之一 而小麦播种 面积的是占全国的 百分之二十一 总产量 更是占全国的百分之二十七 由此河南省被誉为天下粮仓 啊 作为管理整个河南粮食系统的 河南粮食局 其管辖的部门众多呀 其下属的地产 粮价 还有粮油价格 等部门 都有着很厚的油神头捞的 此前呢 白华平就是凭借关系王 在粮食收购上赚取了差价 截取了千万台付 可是 随着野心的越来越大 白华平不再满足 肖打想闹了 他将目光瞄准了 河南粮食局的地产这块费肉 如果能将国有粮食土地 转面为商品房台发 哎呀 他将日进保金还不值 而想归想啊 想要得偿所愿 那就必须和粮食局的一把手 拉上关系 但是啊 使河南省粮食局的局长 曹浦生 他并不买白花瓶的账 这次的 白侯平决定了 让吕秋立宠马 每其名愿 每人而计 谁都抗不了 包括上文 白花瓶又说了一番 让吕秋立瞠目结舌的理论 让他带他向曹浦生行贿 拉他下水 三人共同截取台付 但白花瓶呢 反复劝说下 而吕秋立同意 他棒赏白花瓶的目的 就是为了有个出人投意的机会嘛 如今机会来了 他也不想放过 为了让吕秋立安心呢 白花瓶这家许诺 如果你能从曹浦生那里拿到项目 哼 我给你项目款的10%的提成 用不了多久 你就会拥有我今天的身价 带着白花瓶的嘱托 吕秋立欣然负命 吕秋立凭借她的魅力 很快就打入粮食系统了 曹浦生要求她留在身边工作 并且向吕秋立安排进了下属单位 负责接待 而吕秋立呢 也开始利用自己的价值 为自己截取财富了 经过一年的潜伏 吕秋立开始联合曹浦生和白花瓶 一起燃制国油粮食土地 2006年进入策划 河南省粮食局直属的 某国油企业的土地 被白花瓶旗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以低价购得 白花瓶在土地倒走之后 又高价卖了出去 所得的利益除了自己留了一部分之外 其余全部分别了曹浦生和吕秋立 还有这下更有钱了 而白花瓶的身边的女人 她更是不断了 虽然呢 白花瓶和这些女人 保持了不多久的关系就厌倦了 但是这些女人可不是省油了灯啊 她们知道白花瓶的能耐 也在白花瓶手中拿钱的同时 没有忘记让白花瓶帮她们找份好工作 而白花瓶嘛 也乐得做个顺舍人情 就把这些女人 推向了和她有力来往的人 此后的 白花瓶和多人勾结 先后了有多名心腹 被安排到了粮食系统不同的岗位之上 有一次的 白花瓶和朋友纯油 说如今的天下粮仓都快变成我的娘娘仓了 不过 这古代皇帝后宫家里三千 哎呀 我才三十都不到呢 看来 我还是得继续奋斗啊 白花瓶 之所以将自己的心腹 安插在粮食系统 其实 她也是有私心的 就是啊 人多 好办事 天下粮仓 该是多大的单位啊 仅靠吕秋莉一个心腹带里边 那呢 带来钱也太慢了 她呢 就要弄一堆心腹 安插到粮食系统 让每个心腹 都像吕秋莉一样 为她带来财富 就在这时的 一个新的机会 也再次地垂青白花瓶 在河南 与河南粮食局 这个粮食系统 评级的 还有一个特殊机构 是 中储粮 河南分公司 1999年的年底 国家粮食系统态势改革 将粮食管理 与收储分离 并且随后成立 中储粮 河南分公司 时任河南省 粮食局巡视员的 李长轩 成为干公司首任总经理 由于地处中国粮仓 中储粮 河南分公司规模旁大 负责管理的 中储粮直属库 就多达17个 而成储库嘛 则有123个 以及100多亿斤的 粮食规模 位居全国各省级 辖区之首 约占全国粮食 总规模的 四分之一 厉害吧 中储粮 河南分公司 和河南省粮食局 之评级的 不受对方约束 李长轩 长期盘踞于 中储粮 河南分公司 自2006年 国家粮食 托市收购政策 事实以来 李长轩 开始大力扩展 比如的 将治下的 中储粮 河南分公司 内执行小麦 托市收购的 粮食库 库点 扩置 3500多个 那是的 李长轩 带中央 下拨补贴 资金的使用 调配 乃至直属粮库 主任任命方面 享有绝对的权威 待这样的形式之下 李长轩 开始利用职权 做一些小动作 可能带传动 一时钟吧 伪金粮食 才几毛钱 很多人看不上眼 可是 大家更能忘了 一个储备库 就有上亿斤的储存 李长轩 管理的上百亿斤 粮食 他的一个小动作 那就是 极大的游审 可是 由于轻的重眠 过于显眼 李长轩 就一直地寻找 自欺雄厚 有能力 在暗中 帮他洗钱的富翁 搬起钱 是洗凉的富翁 在经过多方打听 他了解到了 白花瓶的背景和势力之后 李长轩 竟然主动地找到了白花瓶 自然的 白花瓶和李长轩 人一拍即合 他正愁找不到捞钱的下家了 但李长轩竟然送好门来 撤下好了 他不仅可以顺水 推舟的和李长轩 共同地 举结台富 而且 也正好地 将他几个心腹 安藏到李长轩的 中储粮 河南分公司 就这样 白花瓶和李长轩 正式握手 这家原本已 调节粮价 防止骨剑伤农 而设立的 国家粮食专储企 便成为了他们 谋取暴力的 骗 巨宝喷 而白花瓶 那三个心腹 都被李长轩 安岔代 中储粮 河南分公司的 下属企业后 也纷纷地 发挥着作用 白花瓶的 心眼很细 连粮库 这基层建设 都被他 探到眼里了 曾经任职 登峰市 粮食局局长 多年的王国顺 经过节时 认身了李长轩 后来又被任命为 中储粮 河南分公司的 副总经理 同时又兼任 登峰市 及周边 十多个县市的 监管办主任 又有登峰 及周边地区 粮库的监管权 白花瓶又获悉了 这王国顺 又对其管辖的 粮库 进行修缮 于是的 通过王国顺 将粮库的建设工程 揽到手中 又截取了 巨额财富 为了在 中储粮 河南分公司 截取最大的财富 白花瓶 又利用 和李长轩的关系 卯足了借 故技重演 先后又安排了 多名新妇 进入中储粮 河南分公司 源源不断地 获取这财富 可就在白花瓶 带中储粮 河南分公司 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 2009年10月的一天 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召唤着白花瓶 仔细一听 原来是他的 第一个情人 宇秋莉 约他见面了 他的第一个情人 宇秋莉 帮白花瓶 赚了不少钱之后 也利用积累下来的 财富和经验 开了一家自己的公司 并接待 粮食系统 分包业务 虽然是小打小闹了吧 但是也有了 不菲的积蓄了 不过啊 吕秋莉的关系 资源很快 涌进了 公司没有业务 那就无法正常运转了 之后的 吕秋莉又想到了白花瓶 希望能得到她的帮助 带中储粮 河南分公司 分得一堆耕 对老情人 白花瓶 还是有感情的 也乐得帮吕秋莉 一个人情 带中储粮 河南分公司 帮吕秋莉 寻找业务 合奏赚钱 看着吕秋莉 带中储粮 截取财富 那白花瓶 其他的心腹 也纷纷找到白花瓶了 说白了 这是 其他的情人啊 也纷纷找到了白花瓶 希望也能像 吕秋莉一样 两边来赚钱 那段时间啊 这白花瓶身边 是围绕着不少女人 灰之不赛 在这种 醉生梦妇的生活中 白花瓶 她有点飘飘然了 她觉得 自己 真的是当了皇帝 傅姨 为所欲为 经厂啊 她会让两个情妇 在床上同时 服侍她 偶尔的 她还会带着情人 到山上打野战 而然而啊 就是白花瓶了 这种放纵 最终 放松了她 这事啊 是这样的 2011年3月6日晚 白花瓶带着 吕秋莉 和另外一个叫 宫崎新的情妇 来到郊区了 森林公园约会 晚上10点左右 喝了点红酒的白花瓶 兴致高昂 当机了 和吕秋莉 宫崎新 带她到宝马 越以车里 玩起了车阵 哪知道啊 他们被四个劫匪 给盯上了 原来的 这四个劫匪 在看到有钱人 喜欢到山上 玩车阵的报道之后 便萌生出了 抢劫这些 野鸳鸯的想法 这些人 一般都是偷情 不敢报案 因此 四个劫匪 干了两个星期 每天 你就说 还都收获扑风 并且的 安然无恙 也就是这天晚上 他们早就 瞄上了 白花瓶的宝马车 如今呢 见宝马车 剧烈地晃动起来 劫匪知道 事后到了 立即地 上前 将车围住 并且威胁 齿身裸体的白花瓶 拿出十万元 美西明月 消灾 可是白花瓶看到 的劫匪 是矛头小子 根本就没有 把他们 放在眼里 见白花瓶 不肯就范 一个劫匪 气急败坏 被朝到白花瓶的肚层 哗了一刀 劫匪他本来是想 吓唬下白花瓶的 可哪知道 这晚上 黑灯瞎火的 吓到没有情重 竟然把水果刀 一额额掐进了 白花瓶的肚皮里 火啊 顿时 那是鲜血之流 突发状况 把劫匪吓住了 他们害怕惹出命案 落荒而逃 而吕立秋和宫崎兴 也不知所措 只好报警 并且打了120急救电话 白花瓶 被送进医院抢救之后 脱离了生命危险 然而 警方带队案发现场 进行勘察时 却发现了疑电重重 原来 警方带白花瓶 遗留在宝马车上 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 发现了大笔现金 和资金往来的账本 不理得 涉及到一些高级官员 这件警方意识到 问题严重了 立即将资料封存 并且对白花瓶 进行秘密调查 此时的白花瓶 他万万也没有想到 因为输货 给自己带来了灭顶食灾 三天之后的 警方对白花瓶 进行了审讯 并且采用心理战术 他们告诉白花瓶 说之前已经审讯了 吕丘利和宫崎兴 他们把什么都交代了 但白花瓶 老老实实在交代自己的问题 以及账本上 涉及的官员的问题 否则将严惩 白花瓶哪儿见过这种阵势 见大势一区 只好河盘拖出了 由此 并引爆了河南粮食系统的腐败乌案 其实 倒在白花瓶案发之前 就已经有人向机委 举报河南省粮食局局长曹浦生 和中处粮 河南分公司总经理李长轩的贪污腐败问题 在河南省粮食局 甚至出现了十名员工 联名写信 状告曹浦生的情况 然而呢 因为曹浦生演示得很好 虽然相关部门派出过调查组 对其进行调查 但是最后因为没有找到 确凿的证据 不了了之 这也算时代无意中 助长了他们的嚣张起言 可是他们哪里想到 最终呢 他们会倒在白花瓶的手上 数百拉 是栽到了车阵手里 车阵 须谨慎 这家 纪委根据警方 从白花瓶身上 使用出来的材料 对曹浦生和李长轩 展开了详细调查 隐藏在河南粮食系统的 两个大蛛虫 很快地被揪了出来 2011年5月 曹浦生被继位双规 6月23日 河南省政府发文 免去曹浦生 河南省粮食局局长的职务 就这样 随着曹浦生的落马 河南省粮食局 多个与曹浦生 往来密切的干部 也被继为相继地和约谈 很快地 在法律这严肃之下 十多个地方粮食局的 一把手相继落马 河南省粮食局内部 进行了大清洗的同时 中储粮 河南分公司 同样也是不忍安宁 多个部门相继了 有多名官员落马 2011年12月9日上午 中储粮 河南分公司的总经理 李长轩 被继为 事实双规 与此同时 白花瓶 安插的相关部门的 新驸马 也被一一清退 可天下粮仓 散实 恢复了平静 啊 这场 突然而至的反腐浪潮 不仅让河南粮食系统 内部存在多年的 贪腐现象暴露无遗 也更引起了 业内人士 对河南天下粮仓 安全的反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农村经济研究部 副部长谢阳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 与农业发展学院的 副院长 郑丰田 等专家表示 要解决河南粮食领域的 腐败问题 关键点还在于 改革粮食体制 改变一个系统 或者部门独家 专办粮食储备的局面 也正是因为权力过于集中 这才让曹浦生和李长轩 在当地啊 为首欲为 让白华瓶 找到空子 把天下粮仓 搅得是乱稀巴刀 满目苍� 接下来是官方消息 据河南省鹤壁市 中级人民法院 事单日消息称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 河南公司原董事长 李长轩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以案日前甚节 法院依法 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恕罪并罚 确定执行无期徒刑 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审理查明 李长轩于2002年至2011年 先后担任 中储良郑州分公司的总经理 中储良河南分公司的总经理 中储良河南公司董事长 任职期间 他利用职务便利 先后受贿人民币 1407.9万元 4.5万美元 另有人名地893.6万余元 不能说明来源 一审宣办后 被告人李长轩当庭表示 服判 不上诉 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待李长轩被查之前 同为粮食系统的 原河南省粮食局局长 曹浦生 于2011年6月13日 也被撵去职务 据资料显示的 从2011年2月起 河南省粮食系统 十几名官员相继落马 包括原河南省粮食局的局长 还有局长助理 菊军粮供应中心两任主任 菊粮油贸易公司董事长 菊经地集团总经理 省粮油饲料产品质量监督站的站长 菊基建外经处处长等实务人 至此的 一帮硕鼠终于为自己的贪婪 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嗯 好了 本案到的结束 待节目的最后 上门再给另外一个专辑打一个广告 大家搜索 听尚文说大案 就个惊喜的发现 哎呦 尚文还有一个大案专辑 啊对 搜 听尚文说大案 就会发现尚文的 大案记史2 前段时间 尚文把那个大案记史2 停更过一段时间 但是 现在又打开了 又开始更新了 并且了 又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啊对 里边啊 还有很多的精体答案 欢迎各位听友 前去收听 拜拜